曾目击张子言被强迫陪酒的韩国女艺人尹志武昨天爆料 除了他和李美叔以外 还有五名尹一届相关人士了解张子言生前 被强迫陪酒陪睡一室 这五人都与张子言有着比他更深的矫情 尹志武表示他非常理解这五人为什么没有为张子言发声 因为毕竟要面临不可知的危险 但他希望这五人能在不公开身份的情况下协助调查 去年韩国检方过去时委员会开始了重新调查张子言案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